第十三題 D跟G是化合物 它們都是由不同的原子 不同的元素 以一定的組成結合而成 那麼豬是一黑一白 G是兩白一黑 所以它們都是化合物 但是E跟F裡面 都還有純粹的黑跟黑 兩個黑球兩個白球 它們仍然是元素 它們不是化合物 所以選項B是錯的 選項C A加B變成G的過程 稱為化學變化 B加C變成E的過程為物理變化 我們看到A是黑球 B是白球 變成我們的G呢 就變成所謂的兩白一黑 這樣叫做重新排列組合 產生新物質 所以是化學變化 B是純粹的兩個白球 C也純粹是兩個的黑球 然後變成我們的E 還是兩白球兩黑球混在一塊 這只是單純的混合 是物理變化 所以選項C是對的 選項豬 B加C變成豬的過程 稱為化合反應 E變成B加C的過程 稱為分解反應 B是我們的兩白 C是我們的兩黑 變成我們的豬變成一白一黑 叫做重新排列組合 重新結合 就是A元素加B元素 變成了C的這樣的一個物質 所以這是一個化合反應 沒有錯 但是我們的E 裡面是兩黑 我們還有所謂的兩白 分開來變成兩黑再一塊 兩白再一塊 這純粹是物質的分離 並不是所謂的分解反應 所以選項豬是錯的 所以第13題我們說 如下圖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A加B產生豬的過程為化學變化 B加C產生E的過程為物理變化 B加C產生E的過程 B加C產生E的過程